你不要我管 德南 你挨打的事算私事 你要自己处理也可以 但是公司的事 你不要我管 我也得管 您指什么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天才了 昨天开会的时候 林无敌随口一提 差点让顾湘英知道 幸亏我及时地 把话题岔开了 妈 你真天真 你赶快把天才的钱 转到你我的账上都行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让顾湘英盯上了 就麻烦了 好 我过两天去办 你还不着急啊 你我要翻身 就靠天才剩下的这点资本了 你今天就去办 好 喂 你好 雷炯啊 吴迪病了 病了 是不是废的那小子打了电话 昨晚还没打够吗 还敢打电话呢 吴迪刚刚吃完药 睡了 有什么事情的话 等他好了再跟你联系啊 好的 阿姨 打扰了 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吴迪同事了 吴迪同事了 是男的 是男的 是女的 有个人 是男的 我 是男的 是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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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是我还没钱回家 怎么办 够吗 够 这件可是连英雄给我买的 什么差点把他给忘了 说不定他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喂 我说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你是 你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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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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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走 好 这让给你们 我走 凌桀 我妈想要天才 顾小姨也想要天才 怎么办呢 这家伙 要是知道 昨晚那场好戏的虚目 就是我这个漏电的 大灯泡搞的 她不感动才怪呢 大灯 难道我和娜娜的爱情 不过是一场游戏 是一场梦而已 都怪你 在娜娜最需要钱的时候 你一点忙都帮不上 你 我也不知道 你也讲这大灯泡 好 好 难道娜娜回心转意了 喂 我是吴迪 吴迪 你不是生病了吗 你怎么不好好休息呢 你打电话干吗呀 有一批 你好 你带来到现在 现在你根本来不能 你带来到他们 那天一个人 大家认为那儿 一样 我们的姓夫 是我们想要 我刚刚才 我来开会的时候 吴迪一提起天才 你 周董 顾晓英 你们三个人同时打厂 怎么这么奇怪 我应该信任你的 周董跟你的意思呢 我大概才能猜得到 不就是不想让顾晓英 然是天才吗 但是顾晓英这么做 为什么呢 难道她有别的想法 我等了 你想什么呢 我跟你说话呢 没什么 吴迥 是我小人一回 这件事对我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 吴迪 我个人对她的 我可能是 詞举人 我跟她说话 我怎么不打听 我为什么不打听 是 你不打听我 你什么是 不打听我 什么是 我啊 估计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佩娜 你没事吧 我现在是没事 那就好 刚才我听到你在电话里好像 可是一会儿有没有事 明天有没有事 我有没有明天我就不知道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佩娜 你先别哭呀 怎么了 佩娜 你先别哭 谁丢了一百块钱 有人领没有 没人领我拿了啊 我拿了 这些挣钱多不容易啊 我都丢了好几百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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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班了 我们上班了 我们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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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班了 没有什么呢 有什么个人 还凶了 有什么呢 我都都丢了 你下班了 你下班了 你上班了 有什么就行吗 你下班了 那么你的存在 我捡了个钱包 你帮我看看谁丢的 钱包 是我那钱包吧 上个月啊 我也丢了一个钱包 你拿来我看看 那你告诉我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嘛 我是试试你的人品 反正这里边的东西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你贴个告诉他 看谁丢了 让他到我那领去 这年头啊 只有自己靠的 哎 哎 我也是有人品的人呐 难怪吴迪会这么信任这家 吴总 老孙 您那辛苦费我都给您花了 我不是来给您要钱的 是这样啊 我能在洗手间里捡到一百块钱 照进行社会吗 这是谁的 行 我马上就给您办这一份 好 事情就是这样的 如果再还不上钱的话 我就只能去接老爹爷了 不至于吧 就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事 觉得吗 一点点 正好 好 不是 怎么了 所以我再不错 说我给你 我和你家的 我找过去 然后就试试 随便 的 老爹爷 已经能在这儿 还你 多试试 你别说你不知道公司 现在的财务状况 你不会是真把我 当成你的助理了吧 办法我已经想好了 我想在公司内 通过人事调片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既可以避免 多出来的费用 方式就是在公司内认贴 合情合理 不必行尸动入 雅俊你先忙 快点休息休息一会儿 该忙出枪迫症了 雅俊 你怎么来了 来 关心关心你 怎么来 这怎么办 这 twisted 这就在那里面 你现在还带着自己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现在睡觉了 我不是说什么 你怎么办 你我嫌疑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借人钱的滋味很不好受 会把人逼急的 这个我很清楚 谢谢你能理解我 那么 你那么聪明 一定会有办法的 苏芬芳我都试过了 周围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肯帮我的 这瓶灭气 可让我感到绝望 你这么阴险的女人 这么阴险的女人 说什么赏识吴迪 那都是假的了 小心 阁墙有真宁 放弃他已经被我屏蔽了 可我真没想到 你千万对吴迪这么好 宁愿不要天才 也要把他当总裁 我军 吴迪说过这是他的梦想 也是你的梦想 我希望跟你们俩 一起实现这个梦想 绝不能把钱给的 同意 绝不可能 吴迪 你出来吧 爸爸 你不把我脚下这个东西解开 我怎么能出去呢 我出去哪儿都在想 我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我都快闷死了 好 爸爸给你关了 爸 我真是佩服你 从哪搞到这些稀奇无怪的东西 现在就算蜘蛛侠来救我 我都插翅难飞 你还等着蜘蛛侠来救你啊 老爸 我只是希望你摆事实讲道理 不要动不动这大人 行行行 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啊 爸爸听你的 你爸爸也是为你好啊 他把你上别人的当 别的没什么 人品最重要 要是还喜欢他 那得先想个办法去考验考验他 一股脑再扎进去 然后又 不管喜不喜欢 都不可以打人 让他如愿以偿了 谁知道他又想要什么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保住天才的钱 又要让他无话可说 我们要牵制住他 他敢一想啊 我想把钱先转出来 再想下一步 不行 这么一大笔钱 如果要转入你的个人账户 还得向银行提供 完整的纳据证明啊 钱不能转给我 我妈会盯着这笔钱 而且顾笑音会找人去查的 那还有谁呢 亚军 你也是天才的股东 天才有今天的收益 你是第一功臣 而且你办事我放心 所以我想把这笔钱 交给你监控管理 我 我会跟我妈解释 说我把钱委托给你 帮我做投资 你真信我 信 我相信我和吴迪看人的眼光 好 你放心 尽快 我今天就去办 对了 你要答应我不要告诉吴迪 他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放心 钱包给我 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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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迪你都听到了吗 我刚跟富贵来说你都听到了 我听到什么了 喂 你们两个说什么了 你没听到 你什么都没听到吗 我刚坐到这里还不到一分钟 那就好 好 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 他只是问你身体好点没 你在说谎 我没 你知道吗 你的撒谎水平跟理财能力完全成反比 正负相差一百二十度 好 我承认 菲德南打动了我 他说他要尊重并保护咱俩的梦想 这家伙狗血的功夫一流 叽叽歪歪说了一堆话 删得我跌宕起伏的 好了 我要工作去了 你不是说还让我去银行协商还款的事吗 我走了 拜拜 好 好 谢谢 观点要问 你会在这儿 Showbox 还是怎么做的 你还能看我 我看你蛮店的 没错 就像你蛮店的 我看我记不过 像你蛮店的 我看到这里 就是这里 是什么个性餐厅了 你这个能吃吗 这个能吃吗 对不起 我也是刚发现的 哇 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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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多少钱呢 一公里百 一公里大 我自己想 他 可恶的家伙啊 这个是娜娜 最虚弱的时候 勾引他 娜娜娜娜 你好单纯 怎么可以给你双破袜子 就不这个五指之中 真是我肉呢 走吧 难道天才 就唐亚军 这么一个小股东吗 是 这么说 费德南很信任唐亚军了 唐亚军是林乌迪的人 是林乌迪那边的人 他只听林乌迪的 至于费德南嘛 他们之间有过激 他的能力在你之上 确切地说 我们还没交过手 所以还不算是痴起之彼 费德南真像你所说的 废柴一条 就算他不废柴 只要顾董您一出手 说有就没有 是不是 你很会说话 能替顾董做事 什么事都要会那么一丁点 可我不爱听 生意人是要用脑子的 不是用面子的 用脑子 用脑子 什么 你还没去吴迪家 一上午来 他们家有那么难找吗 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啊 早一点晚一点 不都是早晚的事吗 我怎么比他还着急呢 现在需要点餐吗 那一杯白水 别太烫也别太凉 别太满也别太少 别加柠檬片 郭董 您看 天才那边 是不是也别夜长梦多了 我刚回概念 还没有帮上您什么忙 要不这事啊 就别等费得难抹阳功了 我亲自走一趟 走哪儿去啊 敌人在明我们在暗哪 这早点拿下天才 您也省心不是 敌人在明我们在暗 谁是敌人 我们怎么在暗了 买家死了 再加柠檐 对 我去兼 Anti 你去吗 你只是不太凑巧 没关系 其实你能赶过来 听我讲自己的难处 我已经很感动了 奇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以后每天都要见到你 终于打算活下来了 为了你 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当然不能这么早去见老天爷喽 就算他老人家着急想看美女 放心吧 还会有更好的男人在等着你呢 我觉得 爱情就像 就像这家餐厅的招牌猪蹄一样 错过这家就没有下家了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就像遇到正宗的香蜡猪蹄一样不容易 如果不及时把它给吃掉 错过了就可能是一辈子 她一定是被我的表白给感动的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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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你 呀呀 在哪里 我和다면 可以 不然 我不是让你去 不早 那有什么看法 铁虫 我比我来 我就会 dif 走 你好 找我你 雷小 我现在过来了 现在不行 要不然你改天吧 我被我爸 给禁闭起来了 啊 啊 这样啊 好 我知道了 啊 呐 你还是给 你 快点 脸上来 滚开 我来是为了保护你的 刚才那个无耻的家伙 天然我给你下明药 再滚开 我报警了 娜娜 你的袜子破了 我可以给你买 用不了那双破袜子 把你的感情给搭进去啊 杭亚军 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娜娜 你把他当什么人啊 娜娜 我告诉你 你跟我唱帝绝恋 从今以后 你在我这什么都不是 只是空气 吴迪 雷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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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还有一些货品 你清点一下吧 这个是钥匙 我收好喽 好的 你 我希望你之前也想到 我那次信向于你 我现在如果认识了 你跟阅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具体输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她睡了 还在睡哪 工作上的事情你找谈染君好了 吴迪说找她就行 爸 对不起 阿姨 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 麻烦你了 再见 阿姨 好 没事 其实你不是我金姐的 第一个男人 她呀 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就被骗过 受过很大很大的伤害 我亲爸才这样护着她 整天极心吊胆的 简直就是然无可忍 什么 我 我 我只不过听有黎无敌 去接待了一下博士团的客户总监 送黎菲得说我翘无敌客户 我把我撵回来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公司现在什么情况 来 请 吴迪是概念迄今为止 最年轻的总裁吧 27岁 真是让人 一定会在扶受一下 不停什么 扶着 不停的 那边 你怎么这么想 但你怎么会 通户 你这人 不然 你怎么会 什么 认为自信是最重要的美丽元素 所以说我们上次做的营销活动 还是很窃提的 所以我要谢谢你们 这次的调查结果也让我很惊讶 这也对下一步的营销策略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多芬那边还有什么想法吗 在大调查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在下一季的广告当中 除了阐述真美理念的同时 融入多芬优越的产品功能 把消费者对品牌的偏爱 转化成有效的购买 我想你们就围绕着这个上面找重点吧 这一点我们正好不谋而合 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 滋润已经成为她们购买 护肤产品最重要的需求之一 所以我们也建议要强调这个卖点 今天在公司没有见到吴迪 挺遗憾的 我还想听听她的想法 哦 是吗 对不起啊 安倩 最近一直背得不舒服 我也是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走 你卖呀 过烧把先老 花儿 夜运报 危险的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如果是马莎莎的话 对她打击也太大了 若送那个死混蛋 知道为什么养钱也不养男人了吧 又一次血淋淋的事实 苍天有眼 我希望是李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